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一波是演艺圈里的任何话题,有关于他的任何一部作品,都会引来非常高的关注度,这位被视为新生代演员他的实力不容小觑,在他身上有着很多的优势,演技非常出众,已经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,他在舞台上拥有余生俱来的舞蹈天赋,为他注入更多的实力,我们经常可以看到,他在一些综艺节目上展现出来的舞蹈控制能力,非常让人佩服。 涉及到的节奏感与精准度,可以让网友拍手称赞,在观众眼中他不仅长相非常帅气,而且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,成为一位极具偶像实力的演员,在他参与的一些作品,已经有多部作品处于代步状态, 也引来许多话题,有设计出演古装电视剧风奇洛阳,阵容相当豪华,这部作品被视为顶配级别,剧情主要围绕着悬疑案件展开,设计顶流演员有多位,合作的演员有黄轩,还有宋茜,仅仅看这几位演员,可以让你们感受到这部作品拥有的实力。 这部古装电视剧虽然还没有播出被大家视为一部未播鲜活的剧本,王一博参与的一些作品,这也只是牵扯到其中一部,另外还有一部新剧本,已经有很多消息说到即将上线,这次出演的剧本被认为是一部现代型真剧,参与的戏份对于他来说也有很多的挑战,毕竟他参与此类题材也是首次尝试,人物角色塑造方面要更多的时间打。 还有演技方面需要更多的突破,这次他给我们带来这部即将上线的剧本是冰与火,很多小伙伴应该了解过这部作品的剧情,包括这部作品展现出来的一些剧照。看到王一博穿上现代装,这身造型让我们感受到非常帅气,而且带有一些霸气。 对于他在一些现代剧中的人物造型,更能够突出帅气的颜值,让我们眼前一亮,从而被认为重回颜值巅峰,相信你们对于他。 在这部作品中的造型是相当满意的。 关于这部现代刑侦剧,我们更多关注于演员阵容,根据相关介绍。展现出来的演员阵容,是非常有说服力的,被认为是相当豪华,与王一博共同合作。 但愿这部作品的另外一个主要演员就是陈晓。这位演员的演艺风格,包括他参与的一些影视作品,引领约约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部作品,又是一部成为大家熬夜追看的剧本。 这两位演员在剧本中的对决,两人之间的标系,成为精彩部分。 我们关注一些还未有播出的剧本,或者即将上线的剧本,主要也就是被这部作品的剧情。 还有设计参与的演员阵容吸引住了。说起王一博带来的剧本,总会引起很高的热度,这次说起他穿上现代装,出演一部刑侦剧。 帅气的颜值再次重回颜值巅峰,早就吸引住观众的眼球。 另外,关于演员阵容,相当豪华为作品注入了很多实力,包括收获的成绩,有很多期待。 王一博在引好消息,国自全球代言来袭,不愧是主流认可的酷盖。 王一博的资源优势,确实气势磅礴得很啊。 外部的令人听了坦言,自愧不如。 今年他是官宣的第七个代言了,每个代言的分量越来越大。 确实令人感慨,这一年轻人了不起啊。 王一博被流行官方网认同度最大的演出人员了,国自排的代言陆续向他抛出橄榄枝。 每一个称号一经发布,就要人望沉默及。 从中国联通的第一位。 全程合作伙伴逐渐,大家就将眼光聚焦点在了王一博的身上。 这个是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的出此例外代言了。 以前中国安全的代言人,早已令人赞叹不已了,此次也是闻所未闻的出此发布。 此外,此次作为五大银行的交通银行,也官宣了透支卡全世界代言人。 这也许更具备优势的一次全新升级代言,这一称号毫无疑问。 阿世打开了与C世代的流行沟通交流的桥梁一般。 国子排陆续官宣代言人,是融入时尚潮流的一次重特大措施。 根据C世代的出色意味着角色,打开了与年轻人的沟通交流媒体。 另外提高了知名品牌的创新能力品牌形象的变化。 好多人根据这几回的官圈,以便感慨王一博的资源爵士。 一方面也看到了诸多中央企业的重特大创新发展,毫无疑问王一博是他们的优选。 作为95后C世代的意味着,王一博的形象却是十分社会正能量的。 这一在诸多年轻人心里,早就深得人心。 他不但俘获了年轻一代人的认同,也是中老年心里期待年轻人活出的模样。 王一博的个人特点太过度人性化的标新利益,彻底摆脱了原来演艺圈坚守成规的一面, 引入了全新升级的游戏娱乐写业跟魅力。 在全新喜爱的工作上,保证了全面开花的情况,也是根据自身的勤奋,获得了巨大的认同。 所参加的新项目,也是备受业界专业人员的大力支持。 他并不是保证了十项全能,只是保证了喜爱的另外,更为前新。 根据自身的知名度,把此项工作营销推广给大家,让在其中的风采凸显出去,让激情与热情魅力,再次燃烧到年轻人的生活中来。 以前王一博参加的双翘版节目,让大家体会出了双翘版的风采所属。 作为中国滑板运动的营销推广使者,这一做得非常合格。 上年爆红最大的这就是街舞三,取得成功引燃了爵士舞的激情,用battle的方法,让爵士舞的热情激情的一面展现出去。 取得成功引起了学习培训爵士舞的风潮。 综上所述这么多的特性跟知名度,王一博深受国字知名品牌的偏爱是毫无疑问的。 它让C世代年轻人的心态充分发挥的酣畅伶俐,它的品牌形象更能非常好的具有榜样性的功效。 中国联通主推作我很喜欢的多样化的改革创新根据王一博,联通了与年轻人一代人沟通交流的桥梁。 此次交通银行的官宣也是一次全新升级的自主创新与改革创新,紧随时代潮流的重特大改革创新。 无论是中国联通、中国安全或是交通银行,这三个绝对并不是单纯性的想根据充钱整体实力就能获得的称号。 这一资源是务必综合性考虑代言人的知名度,形象气质极高的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!